以油彩和大漆为梅材 王文展现自己 观察万千世界所得的哲理 王文近期的创作梅材 以油画和漆画为主 油画创作上 他以点和线进行组织 特别是使用刮除的方式 来增加作品的层次 作品中人体的立体感 孔雀的线条展现 都是在上完底色等颜料干了之后 再上一层并在干掉前 以制制的工具进行刮除 推开颜料 画出线条 这和传统油画展现厚度 沉冻的质感相反 表现出轻盈飘然的氛围 而企划创作的过程 许多外在因素 都会让成果出乎意料 例如作品应干时 温度和湿度 都会使颜料的颜色有所变化 在作品的意念表达上 王文引用大圣佛教 维摩结晶 虚弥那戒指 戒指那虚弥的内涵 即是由大见小 由小见为 画围成观 遍地皆世界 画中人物五官祥和 脸庞福态 相似于佛主的外貌 在孔雀外形的描绘上 王文喜爱东方水墨中 对物体与形象的表现方式 不以写实为标的 因此 在创作上 他不执着于物像原本的色彩 孔雀的形象 经过他的吐纳 赋予自身语惠 时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在创作上